每天早晨参加社会各种活动 而且还得带动全体的老年朋友都参加到这个活动当中 您早上起来干什么 我睡觉了 对 我在这不敢说 在这很多医学专家 我好多事是不符合医学要求的 我这真不好意思 但是您有一条特别符合医学上的要求 就是有一个年轻的心 是 心态 别较劲 别给自个儿较劲 也别给别人较劲 那咱们就说说心态啊 严老师 您觉得自己 我早就习惯了 我现在显得不太老 就是因为我年轻时候就很老 因此你这个 你别把老子看这么可怕 老了也挺舒服 老儿 老儿逆尖的 老儿更有为 更有 没什么恐惧的 人都会老 我觉得就是他们的今天 是我们的昨天 而我们的今天是他们的明天 就这么个道理 快得很 抗战八年的时候啊 不是度日如年 老子都没完 这八年怎么老 玩不了的抗战 咱们 现在是度年如日 成 这一年又过去了 成 又过去了 为什么过去了 就每天充实就行 这个有追求啊 追求生活中的快乐和乐趣 不是年轻人的专利 是 老年人也同样有 追求快乐幸福的权利和愿望 这是我孙女 她可就是生活在一个好时代啊 我们的时代是一个了不起时代 我们的时代也是一个不断变革改革的开放的一个时代 看 手机 数码相机 电脑 我觉得这都是一种前进啊 新时代继续前进 不断前进 你看 孙女儿就是我的老师了 哎 千万千万 别保守 不断前进 他们呢 都是业余选手 他们用这个大概十天的时间排了这个舞蹈 我首先是佩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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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佩 就就这个 来不了 我一能就散了就 不只是有人追求 真的 二能照顾